欢迎收听陛下官 今天是陛下官的第88期 大家好 我是叶边 大家好 我是古村 大家好 我是曲霞 陛下官是IPN播客网络旗下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b下官.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除此之外 陛下官每期节目也会在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等收听平台上同步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b下官.com 斜杠member 我们现在也支持直接通过支付宝付费入会 年付人民币340元 您可以将款项打入我们的支付宝账号 b下官at163.com 同时不要忘记著名享用来接收会员通讯的邮箱 今天我们开始讨论的话题之前 我想说一个有点不太沾边的事 你们肯定听说过东方维纳斯这个词吧 那个我是这样的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这两天在偶然看到一篇文章里面 就讲那个就是永泰公主墓的这个壁画里面 有一个端碑的侍女 就是也是形象很生动吧 就是画得很不错 这个侍女像呢 也被 也被郭沫若的老先生 称之为东方维纳斯 我当时有点惊讶 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知识 因为 因为我听到东方维纳斯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哪个吗 对对对 我就想问你们这个 我想到的是那个 我想到的是那个 龙门石窟那莲花洞下面那个 缺了半拉脸的那观音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就是在外壁是吧 对对对 然后有人叫他什么东方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但是这是我听到这东方维纳斯 我第一个pop up出来的一个形象 我对那尊菩萨像是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 他也被 他居然也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因为我最早知道的东方维纳斯这个称号呢 基本上都是跟咱们那个 咱们郭老有关系的 OK 这个我不知道老朱 你是不是跟我有相同的这种知识背景 但我都怀疑郭老有没有亲眼见过维纳斯 No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低估郭老了 郭老一定是见过的 因为我觉得先我们大概稍微梳理一下 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东方维纳斯 我自己这个最如雷贯的东方维纳斯 是那个就是咱们也之前都聊过的 就是大同的华言寺 OK 那个寒齿菩萨对吧 那个露齿的菩萨 露齿不是寒齿 对这个是言之凿凿的说1964年 郭老去华言寺参观 然后看到这个露齿菩萨 那个赞不绝口啊 说的太好了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说这是东方维纳斯 然后还有一个也号称是郭老 清典的这个东方维纳斯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 我相信你们可能不一定知道 就是这也是我们聊过的 就是我们在有一期聊那个成都的博物馆那期 然后我们提到就是川大博物馆里面 就有那个穷来龙心寺出 我知道你说的那真相了 那个观音的观音的立像嘛 就是我当时我还觉得就是很美 对对对面部什么吹坛可破那种感 这个好像说是1954年 郭老那个清典 也点了 然后然后还有呢 就是至少还有六七个地方的造像 被称之为东方维纳斯的 比如说那个墨高窟 四十五窟的那唐代的菩萨 然后还有就是曲阳的休德寺 现在在河北省博的 这个一个唐代的菩萨立像 然后还有呢 就是也是我们聊过的 就是安月披露洞的紫竹观音 还有青州的一尊北魏的造像 还有陕丽博里面的这个 安国寺的一尊菩萨 那这个不都是郭老命名的了 郭老只命名了两个了 郭老命名了三个吧 刚才说的 就是华岩寺 穷来的 穷来的 对还有就是 还有西安这个 然后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总是郭老啊 就是就让人感觉 郭老是不是让人给栽赃了呀 说了半天 这个夜边这什么梗呢 说到现在还没抖出包复来呢 倒也谈不上有什么梗吧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感慨 就是 就是我们陛下官的时候 经常能够听到一些 很耸人听闻的名头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通常都是有水分的 既然是陛下官呢 当然应该还是眼见为师比较重要 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吧 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呢 说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宋代的雕塑里面 应该算是顶级的了 或者说即使是有争议 但曾经是被这么认为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之所以这么认为 可能也是值得讨论的 但是我们先说吧 就是说是这个济南下面郊区的 这个长青林烟寺的宋代的罗汉象 他为什么会 他其实很早就出名了嘛 对吧 早在民国十一年 就被这个梁思成的父亲 梁启超先生 他当时可能去游览吧 还不知道怎么着 当场就那个给他定位是什么 叫海内第一民宿啊 而且当时其实那个 那个那个就是去下咱们聊过的 那个苏州宝胜寺的罗汉 也出也已经出世了 对已经出世了 而且相信我相信他应该也是知道 因为但是梁润公因为他也没有去 宝胜寺现场看过 但是他可能看过这个中国学者和美国 日本学者出的书 这也是可能的 但是但是我相信这个 因为宝胜寺毕竟惨了嘛 如果即便梁润公他两边他都现场看我 我相信他也会把他这个第一的桂冠 交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林延寺 是 我猜啊 然后那个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林延寺的罗汉 就是曾经被认为是天下第一的了 是吧 这个这个罗汉像 我绕了一圈绕回到这来 就是我们 我们要聊的这个大名头的东西 但是这个大名头呢 究竟怎样 我们今天要稍微讨论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还做助角 这是我应该是我们陛下官开播以来 第一次专题性的涉及到了咱们这个孔梦故乡 是第一次 对没有专门聊过 但像青州我们 对是设计 就是说经常会设计 跟那个 但是比方聊个北齐也讲过些什么 但是这次咱们是第一次把这个视 就是视角啊 或者是这个焦距对待了这个孔梦之乡上 这才第一次 其实在这个咱们真聊林严寺以前啊 我觉得也有这个陛下官的这个听友来信问我 说为什么你们怎么从来不不聊山东啊 这个照例说山东也是这个华北五省之一的这个文物大省 后来我的确想象也是啊 后来为什么这些事也是我特别深思的一个问题 怎么我们就一直没有聊到山东 河北啊河南啊山西啊陕西啊都有聊过 就是没有聊到山东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聊了林严寺 或许也可以有一个答案 山东的地面文物的丰富程度 肯定是不如山西河北对吧 河南 河南也差一点我想比河南 对那是为什么呢 可能它经济发展程度要高啊 不是山东的GDP要远远高于那个河北山西啊 那个原来咱你还记得咱们不是聊那河北省博的时候 不还作为统计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多少个数字呢 我有点忘了啊 这个河北有多少个 是做那个考古迟大发现那个 对对对 那是那咱讲的是地下了 地面的确也是 反正山东我也在想可能有几个理由吧 一个山东的确应该说是文物的故乡 河北比的话应该山东跟河北应该不相差 但是可能是因为山东整个来说 山东地区是一个平原地区 所以它的这个文物的这个保存的这个客观条件不太好 所以经常被打仗什么的就都打没了 只有几个包括咱们今天要讲的林严寺也都是存留在这个山里面 才可能能够能够而别的几个省 比方我们讲到的这个山西啊河南河北 那文物都是在这个山区保存的 平原地区基本上也都是没有的 对林严寺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前两天还有那个咱们的会员不是刚刚去吗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抱怨说这个怎么这么难去 换了多少趟公共汽车什么的 对对对 真的是只有在这个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才才容易这个被保存 对林严寺我自己去的那个体验是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从北京出发的话 现在有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 就是北京到济南的高铁就一个多小时嘛 所以你完全可以比如周五这个下班以后坐上高铁 到了这个济南之后呢 你就租一个车直接开到林严寺去 开到那儿呢 大概天擦黑或者说天黑了都没关系 然后你就住在林严寺边上 林严寺边上有一个这个国企开的旅馆吧 就是他们做开会啊 或者说疗养用的一个旅馆 环境非常好 睡一下 然后第二天一早你就可以去看林严寺 来个清晨入宫 就那些感觉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这个tips 因为观赏一个古建筑说的 它的最好的时间也是很重要 就跟就跟我们以前说过去佛光寺 必须要在这个黄昏的时候是最美妙的时间一样 林严寺就跟刚才叶边讲的可能清晨入古寺可能是比较好 因为那时候游人也比较少比较安静 但是对叶边说到了这个让我也勾起了我们那时候去林严寺的那个情景啊 我记得我们那次去我和古宗老师一块去的 是2003年吧 挺早的 然后当时我就我自己本人来说 我还当时还没有接触到山西呢 所以去林严寺也是真是因为林严寺名头太大了 这个讲到对吧 都不需要发烧 你只要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文物啊 有一点点兴趣和爱好 你都会知道林严寺 对林严寺的罗汉 所以当时就去了 而且我们当时我记得去是一次 正好下一点小雨吧 所以整个这个青山 就是很苍翠的这个青山 然后又这么很湿润的这个地面 就在这个古寺里这个漫游 看塔林啊 看他的那个千佛殿什么的 感觉相当好 而且我觉得林严寺当时对我来说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我不知道叶边你是什么感觉的 因为我当时对这个文物 对古剑什么 还不是特别有感觉吧 但是林严寺的冲击 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是江南人嘛 因为也so far也看到了 也认为自己看到一些什么 有历史的古迹啊古建筑 但是到了林严寺 我发现就颠覆了我以前的想法了 就是你完全可以感到 是一种历史的这种 不光是历史的悠久 而且是历史的延绵不绝 你在林严寺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没错 就是他在这个林严寺 你虽然看不到唐以前的东西 但是你从唐代开始 就能一直看到他那个遗迹 就是一直蔓延不绝 到了明代或者到了清代 可以整个感到 对可以感到这个 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我相信 说到这个 我其实有一个到现在 我还不太清楚 并且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学者 在文章里都会提到 林严寺在唐代的时候 号称天下 宿觉 对 就有点像上次我们说 麦基山一样 说四大石窟是吧 总要搞一个几大 是吧 然后那个 这在唐代居然是四大 宿觉 而且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会被 当然这个出处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都说 说得很明确 是这个中唐的那个宰相 李吉甫 李吉甫 对 他也是一个地理学家 就是他写那个著名的 元和竞选图志 然后 但是这个说法 并不是出自元和竞选图志 而是出自他的另外一本 已经失传的 那个叫石道图 就是他 好像是当年 他绘制了一个全国地图 但这个图已经不在了 但是现在的说法 我估计是出自地方制了 就是说这个林岩寺和谁呢 和哪 另外哪三座寺院呢 和这个天台国青 当阳玉泉 然后南京的这个 七夏寺 对 但是我就觉得挺 奇怪的是 那三座寺院 真的确实是古差 而且是祖庭级别的古差 对吧 你看这个天台国青 不用说了 天台宗的祖庭 然后当阳玉泉寺呢 也是也是 其实也是智者大师 就是开创天台宗的 这个天台至乙 他在自己的老家 开创的寺院 然后那个 七霞寺呢 是这个 就所谓的摄山派的三论宗啊 就是咱们聊过 金国罗石嘛 金国罗石不是在 入华以后 被尊为这个 三论宗的祖师嘛 然后他在西安的草堂寺 也被认为是 三论宗的祖庭 三论宗其实就是 大成的那个 中官围石 这两派里面的中官派 汉化以后成立的一个宗派 也是当年就是唐代的时候 是八大宗派之一 然后他在这个南方的 一个一个重镇 就是七霞寺 七霞寺是三论宗在南方的 像是总部 这么一个一个位置吧 就是极其重要的寺院 而不是因为说 他有什么石窟啊 或者有造像 而是因为他在 这个宗教界的地位 但是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林延寺会跟他们三个放在一起 而且即使不说林延寺 就说这三个寺院 他们虽然都很重要 但也好像也不应该 作为唐代最重要的 仅有的三个寺院 所以我觉得李吉福的这个话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说因为 也没去看text 但是我觉得可能 丢掉了一些context 就是一些 他的这个四觉觉在什么地方 是在他的宗教的地位上呢 还是他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呀 造像呀 或者和什么人有关系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唐朝 你别说京师的那些佛寺 是中唐时期 那这个五台山长安 那不得了的 多了去了简直 对啊 是啊 对 但是我觉得至少 侧面说明一点 说明至少在林延寺 在唐朝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很lucky 很有意思 就是李吉福的这个四觉 都留到了今天 对啊 而且都还有 要么是他有先见之明 要么是其实是可能是后人 后人的复会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其实也蛮大的 因为即使是跟神通寺比 他在隋唐时期的地位 我觉得都还是有点不如的 是的 那我们又扯到了这个神通寺了 那这个 叶边可以把这个神通寺的一些情况 再给我们接着介绍 这个我们知道神通寺 从我们陛下官的立场来说 我们肯定都说的是那个 就是四门塔 对吧 然后那个龙虎塔 然后千佛崖造像 就他还是有非常重要的 可观的遗迹 而且极其重要 对吧 对 就是在建筑史上也好 在佛教艺术史上也好 但是神通寺本身呢 其实也是一座 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在佛教历史上 比较重要的寺院吧 简单的说 就是说 咱们之前提过好几次 就是在北朝 有一个高僧叫佛图城 他基本上也是可以和什么 旧摩罗什这样的一些高僧 齐名的这么一位 而且是以那个有一些 法术 神通著称的 对 法术神通著称的 就是他跟那个 好像石勒是吧 就是后照的 对 他在石勒这边 统治者 石勒就皈依的是他 然后呢 他后来又 他有很多弟子了 其中有一位弟子叫 僧朗吧 朗公 对朗公 然后就到齐地来了 就是到山东这片 在泰山的北路吧 就是 现在我们其实认为 长青和立成 这个地区的这些寺院 都算是 泰山的北坡 然后他在这里开创了 那个神通寺 首先 这大概也是在 这个北朝的时候 然后有了神通寺之后呢 才又又有了 这个灵岩寺 灵岩寺好像也是 他们也认为是朗公开创的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对 这个不同说法 因为早期的历史呢 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我想补充这个 我不知道 我看的这个对不对啊 是我以前看的 就是神通寺这个名字 其实和隋文帝有关系 不是 隋文帝有关系 原来就叫朗公寺 没错 灵岩寺是叫宝山寺 好像 宝山寺 对 然后同时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寺 神宝寺 神宝寺 他只有些遗迹 做过一些考古发掘 但是出土了 非常重要的时刻 他是和灵岩寺 是一山之隔 就是我们看 就是那个主峰 主峰翻过去 就是这个神宝寺 对 他现在在 就是在原地 还保存了一个 那个 就是 初唐时期的石雕的四方佛 就除了头没有之外 还在原地 还保存在原地吗 对 我也很意外 就是 他是放在两个民居 两个民房中间的 一个夹道的一个嘎碗里 塞在那边 好像不太容易看到 对 强烈 这个安利大家去看一下 神宝寺 这个四方佛 四面佛 对 他其实挺难得的 他居然留在当地 因为这个 这个造像的水准 以及保存的状况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因为扯到这个四面佛了 我们就再多扯两句 因为后面可以就不谈他了 因为这个四面佛 这个神宝寺的四面佛 是很重要 因为神宝寺 还有刚才我们讲的神通寺 还有现在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 林严寺 是当时泰山北路的这个三大寺 特别重要 而且这个 而且根据文献记载 这个神宝寺是有 两个石塔的 是双塔形式的这么一个寺院格局 而且这个四面佛 应该就是其中有一座塔 塔形里的这个四个佛 没错 对 所以非常重要 就是相当于他的塔的那个中心柱 对吧 对 是的 可能其实就是 我们讲的神通寺的四门塔 不就是这个塔形就有这么个四面佛吗 对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讲到这三个寺 其实按照有些历史学者的研究吧 就是他们说这个神通寺的 可能在这三个寺里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因为神通寺的相主和供养的主要的人物 就是随文帝和随阳帝父子 对 而这个灵岩寺和这个神宝寺要第一级 对 是也是他们 也是随阳帝家族的其他的几位 对 这个贵宙吧 其实 对对对 是的 那么这个就这样等于插播一下 等于我们也推荐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 把这几个 刚才讲的三个寺 尤其是四门塔 还有旁边有个龙虎塔 完了还有些这个磨牙造像 就是这个神通寺的 这些都是属于 因为那些 我跟那个曲家那时候去的 大概都十几年前了 不知道现在到底有没有大的改观 据说是不是已经把它围起来 有的老的这个又附建了寺院啊 什么的好像听说 但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这三大寺就只有零年寺 较为完整的保证到 今天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 对对 除了罗汉之外呢 其实还有就是塔林 对吧 待会我们会讲的 然后还有一座宋代的 这个八角九层的一个楼阁式的塔 然后这个塔呢 其实在93年的时候 他们在清理和这个调查考古的时候 又有一些惊人的发现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在这个 现在保存这四十尊罗汉像的 这个大殿千佛殿后面 其实原来是有一座班舟殿的 这个班舟殿也在93年的时候 他们又发掘清理 然后其实有了一些很惊人的发现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 我们其实在林严寺 是没有看到过唐以前的 造像和文物吗 那就在这次93年的发掘里面 他们发掘出土了几个佛头 佛头 佛萨头 而且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 北齐 青州风格的 在哪啊 不知道就是他们发出来 是不是在山伯或者在哪啊 应该不在此 我觉得肯定应该是在山伯 但是没有 对山伯并没有展示 没见过呀 对 只在报告上看了 对对对 看了图片 对非常精美的那个佛像 说原来那个 说原来这个罗汉 本来就就就在这个班舟殿里的 没错没错 有一些这个佛教的背景知识 可以稍微补充进来 就是便于大家理解 罗汉像的这个 我觉得来龙去脉吧 因为因为班舟殿呢 是这样的 就是整个林严寺 其实在唐以后 主要是作为一个禅宗寺院存在的 包括在塔林里面的那个 这个这个木塔啊 就是和尚塔 基本上都是禅师的塔 然后这个班舟殿呢 其实这个这个殿的名字 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现在在中国的 很多古寺里面 其实很少能看到班舟殿 班舟殿其实在 禅宗的寺院里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我觉得就是 即使在现在的禅宗寺院里 也很少见了 因为它很可能是 做这个一种特别的修行 所用的 这个修行呢 应该就叫班舟三昧 这个还真不知道 具体的说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种禅修了 一般禅修是坐禅嘛 就是你要坐在那里 就是双盘坐在那 然后那个可以可长可短 但是班舟三昧是所谓的行禅 走吗 对 可能是也可能是环形 也可能是延直线 但是这个行走的状态呢 本身其实是要进入 所谓的三昧的状态 就是入定的状态 OK 对 然后这个 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人 修这种反门了 因为其实很困难 因为这个修行是至少要一天一夜的 就是你要连续的这样行禅 一天一夜 不能坐下 OK 那这是对于智力体力 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而且我觉得你不到这个 一周一夜这个长度 你可能达不到三昧这效果 一周一夜只是入门级的 这个在班舟三昧经里面 就是其实是有一部 就是大成的禅修的经典 就讲这种反门 他说的是七天七夜 然后那个有一些极端的修行者 认为应该走三个月 是不能停的 对 所以其实大概就解释了一下 就是班舟殿的这个存在的 名字的由来 他很可能是一个修行的这么一个大殿 然后 然后所以他会放很多 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罗汉像 但很可能就是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罗汉像有可能 有一部分其实是祖师像 这更靠谱 为什么会在班舟殿里放 罗汉像和祖师像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其实有一个历史背景 就是罗汉像的兴起 基本上是在唐末五代到宋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其实也是 因为会唱灭法 就是唐代灭法之后 所有那些就是在唐代 非常兴盛的那几大宗派 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 什么三论宗 什么中国安为石 这些宗派 包括唐秘 都断绝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理论化倾向比较严重 就是他们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法门 和义理的这种钻研 而这些东西一旦灭法 把他们都断掉之后 比如说经像都毁掉 然后对就续不上了 然后最后 所以说宋代以后开始 汉传佛教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只剩下了禅宗跟净土宗 大行其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法文比较简便 就他没有那种非常强调理论化 就是你不需要有什么学识 或者说去钻研经论 这方面的非常高的要求 你只要去比如说净土宗 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禅宗呢 当然更是这样 就说你就 对吧 直指人心嘛 对吧 见性成佛 就甚至什么都不要学 甚至不要 甚至连经像都不需要了 就是你连 所以说禅宗是不大重视 比如说什么菩萨像啊 或者说有多少尊佛像啊什么的 反倒他们开始 对罗汉像非常感兴趣起来 因为罗汉怎么说呢 就是和禅师有某种共通之处吧 就是他有某种连接之处 对体现的是修行人自己 对 对因为罗汉就是简单的说 其实就是佛陀身边的那些弟子嘛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更强的认同感 包括这个禅宗寺院里经常会有祖师堂 就会把自己的历代祖师供奉起来 这些跟罗汉其实在形象上 我们其实如果没有提计的话 我们也是很难区分的事实上 嗯 是 所以就是在唐宋以后 这个宿苑的传统里面 就会大量出现罗汉 而这跟禅宗的这个兴起 也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吧 我想 所以我觉得 对对 这是林延寺这批罗汉像的一个背景 对 所以我觉得夜边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再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 就是夜边想强调的 其实就是在 我们说是林延寺罗汉像 其实里头掺杂了好多的祖师像在里面 而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宝贵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宋代的很多祖师像 对吧 以绘画的形式很多保存在日本 因为是日本僧人在这个我们学 在宋代 尤其南宋 学禅以后把祖师像带回去了 而这个以这个雕塑形式 这祖师像在日本还在朝鲜 在朝鲜半岛还都存在 但是其实 在我们中国大地 我相信除了林延寺之外 好像没有一粒了吧 早期的这个祖师像的 尤其宋代的祖师像 夜边还能想到 我想不到 还有 但是其实很少 其实是那些肉身像 OK 兰华寺的 对 会能六祖的肉身 这种 当然还有 我觉得另外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 其实祖师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分支了 对吧 对 但是汉传确实是 已经是凤毛林教了 应该说 因为那批就是所谓的肉身像 在破四旧的时候 是毁掉了无数的 OK 包括那个说就是南华寺的六祖 会能的这个肉身 也是后来的 placement 对 是把心给挖出来了 然后挖了以后才发现 还真的是肉身像 就是说 对 反弹 反弹 因为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讲 就是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四十尊 因为我们通常所见 十六罗汉 十八罗汉 然后当然也有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 早期的有些学者就推测说 那这四十尊罗汉 有可能是那五百尊罗汉的一部分 就另外一些都毁掉了 但其实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推测 对 因为咱们知道 这四十尊罗汉象 基本上是等身的 对吧 甚至比真人还要更大一点 那这个罗汉象得多大 五百罗汉象得不得了大 目前在 基本上反正在零年寺的寺院的范围里面 是其实看不到有这么大的一个殿堂的遗址 而且其实也 现在也基本上比较能断定 这四十尊罗汉象 大概是在明代的时候 对吧 从这个班舟殿里移出来 因为班舟殿其实已经在 整个寺院的最后面了 在后面就是它那个 就是方山的比较陡的山坡 然后据说是在明代的时候 山体滑坡 然后这个寺院就被冲毁了一部分 对 所以就把这些罗汉象搬出来 所以后来搬出来以后 到了清代以后 这个班舟殿基本上就被 就被山洪就给淹没了 然后所以才会有93年的时候 又重新发掘出来 所以在最早他们 比如像梁启超 或者像大概五六十年代 去研究林严丝的人 是没有看到后面这些东西的 对 他们看到的就是一大片 淤泥买没的这个山坡 对 所以其实我现在聊这期节目 我也很神往 我真希望最近什么 有机会自己能再去一下林严丝 因为我觉得 因为准备这期播客 我也看了以前 拍了一些老照片 然后又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林严丝还是相当神奇的 博大精深可以说是 一个是就是他的历史悠久 而且又是延绵不绝 第二个 塔林犹在 对吧 不光靠方志 就是地方志 或者各种各样的史书 记载的林严丝 就是塔林里那些和尚的塔名 就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 这个可以值得研究的信息了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林严丝堪比这个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广盛寺的这个研究 我觉得 对 我也想到这一点 我想就是说这么丰富 博大精深吧 这么这样的一个寺院 其实也不是很多啊 在中国 对 广盛寺肯定当得起 当得起这样的称呼 但是 对 确实不是很多 就是又有历史文献 可以给你研究 又有现在有遗存 给你 给你参考的 就是说文献和这个遗存 相结合的这种研究 我觉得就在中国 没有剩下几座这样的寺院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林严丝一个很重要的 而可惜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 林严丝研究 其实还是比较支离破碎的 就是你做一块 他做一块 就是你做一个object 他做一个罗汉 他做一个塔什么的 就是还是这样 还没有把它完成的 这个梳理一下 可能有待未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大有 大有 大 就是大有可为吧 对对对 在这点上 确实挺遗憾的 现在没看到过 什么特别有水准的 深度的研究 那咱们再回到这个 就是林严四这个 就刚才 刚才说了 就解释了 为什么是40尊的 一个就是理由吧 因为大家想着 他既不是500尊 500的这个遗存 也不是16的翻版 他就是 对 但是其实没有定论吧 我觉得其实没有定论 就是我说他是祖师 也是一种推测 我觉得是 这部分学者 包括我个人 比较认同的一种推测 因为其实很 你如果没有 真的没有身份的 那个名牌的话 你其实是很难区分 祖师像和这个 罗汉像的 除了有一些 特殊的罗汉像 比如说降龙腐虎罗汉 是比较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四十尊里面呢 又是分了 就是有一部分是宋代的 有一部分是明代的 这个以前好像 还有争议 就说认为 是不是都是明代的 后来好像在 90年代那时候 做过一次修补 后来发现了 这个 这个罗汉像挺有意思 它这个罗汉像 虽然是尼素 但它不是 不是石腹的 它是空腹尼素 所以这个好像在 空腹里面 发现了这个宋代的体系 所以证明 它还是宋代的 这个原始是宋代的 有几尊 那个明代的像呢 其中有一尊 好像说是 它的这个 枪体里面 有一尊宋代的 铁罗汉像 对对对 那个挺神奇的 铁罗汉还 还给掏出来了 放在那个 刚才那个夜边 你不讲 这罗汉有几点 可以聊的吗 我觉得 当然刚才咱们 只聊了个数字的问题 因为40这个问题 咱们就算 就算把这事聊了 还有一个就是 咱们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明或者宋的问题 对吧 那你后来你提到 就是梁启超 为什么说这个 是海内第一民宿 但我这个呢 我是觉得 这个当然一个梁任公 他本身并不是这个专攻艺术士 第二我觉得呢 跟梁任公比较在北京的 或者是跟在这个南方的 这个罗汉相比 那的确是很不错的 因为北京的罗汉 你知道都是 大部分都是这个明清时期的 对吧 对 那个南方的罗汉 肯定这个 现在流传 因为现在所知道的材料 就是这个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就是这个保生寺 对吧 一个还有就是那个苏州 那个东山那边 那个紫金庵 对 号称说有 对 那个紫金庵 号称天下罗汉两堂半 不是 是吧 对对对 对 就这两堂半 就这两堂半 对 那紫金庵的那个呢 这个 这个 徐霞应该更有发言权 因为这个在老家 这个看过 因为看过照片 也看过袁甄的东西 他就是被后世装的 有点太 对 没错 但我先要补充一下 这个宋代的罗汉可不止 刚才这个 就这个徐家也讲的 这个 山西后来在解放以后 是发现了 对吧 这个 尤其是重庆寺的 这个 十八罗汉 这个咱们就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这样来比较 宋述流传到今天的 的确是不多 对 我其实也同意 就是说可能 我们不能 不应该 以良任公的这个评价 作为一种 闺孽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一开始才说 东方维纳斯嘛 就是我扯了这么半天 我就说 其实这是一种 一种cliché 或者怎样 但是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其实 林延寺被关注 还是蛮早的事情 对吧 除了良任公以外 像我们 知道的 这个 前两期刚刚聊过的 喜龙仁 也 专门论述过 这个 林延寺的这些罗汉 但是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梁思成 没有提过 这个林延寺的罗汉 因为他父亲都来过 没去过他 他去过 他还画过 慧虫塔的 塑形 图 对 是的 对 他肯定是来过的 但是就是他 只字没提 就是他 他觉得 不 就是说 这个当然也是 我觉得是大不为 说这个话 我觉得 在梁思成的 那时候的 目光里 有很多 我们现在认为 很好的一些塑像 他可能 也许可能 他的 那时候可能 看的东西多 他都不认为 是特别 入掉法眼的 因为从 现在营造学社 留下的一些 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 有些塑像是 相当的 就一看 现在看起来 元代的东西 没问题 但在他的记录里 寥寥带过 就是根本就没有 不 他有一个 基本的观点 就是说到宋代以后 基本上就没法看了 他认为宋代 就是在僵硬的 模仿唐代 对 他认为聊代还能看 对 他唯一觉得 宋述可以入演的是 龙兴寺的B宿 现在没有 对 除此之外 他就觉得 比如说山西的那些 木雕的那些 菩萨像 就是宋金的 他就觉得不行 就不好看 而且也有可能 而且他觉得好看的 也认为 是不是和大同那些 有点辽风 他觉得有点像 他觉得这个好看 如果不一样 他就觉得不好看 是的 也有可能 我觉得其实可能 就是当年的这个演戒 还是 不光不是说 只有梁思成 就那个时代的 很多学者 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 就包括上次 咱们聊到那个 麦基山 没有具体谈 但是我其实注意到 当年他们去调查的时候 他们也是看到那些 唐宋的东西 就已经很兴奋了 他们对北朝的东西 其实不是很有感觉的 我觉得还是了解 不够深入 对 我觉得这个 因为那时候 毕竟一个这个图像资料 有限 这个 因为不像现在那样 照片什么 都可以非常快速的流传 所以就跟我们以前讲 这个讲 打个不相当 比如就跟外国人 对中国绘画的理解 是一样的 我们自己对我们 雕塑传统的理解 也是一个慢慢慢慢 认识的过程 是啊 对 因为那个时期 其实他们刚刚开始 对 去理解自己的雕塑传统 对 对吧 是的 所以好多东西 全新的领域 对 他好多参照物也好 所以当然梁人公讲的 海内第一民宿 那指咱们权当 这个是个名人体系 这作为学术来讲 可能还不胜严谨 就跟讲 你就跟 如果你写学术文章 你写到这是东方维纳斯 人肯定会觉得 你这个学术 就就就有点 有点水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对 但喜龙人对林彦寺 还是评价很高的 对 而且不仅 我想那两个日本人 也是这个注入了 这个 林彦寺 那个吉那佛教史 大村 大村西亚 这个长凡大定 他们 对对对 都注入过 是 甚至其实那个 沙晚都去过林彦寺 但他也没有提 罗汉像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沙晚去了林彦寺 只关注了那个塔林 好像 对塔林 塔林是林彦寺的 另一大特色 这个咱们也 这个 还是要有点时间来讲 就是不管怎么说 因为也可能有 一个是个人的审美情趣 还一个呢 跟林彦寺那时候的 这个 就是那罗汉的 比方 摆设的位置 说实在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更早 我是在大学实习的时候 去过 1988年 那时候就去 那很早 那班周店还都没发掘出来呢 对 没了 95年才发的 所以我那时候去 我对塔林有印象 但我对罗汉就 因为一个是那个店 捂得黑黑的 对吧 一般来说也密不透风 如果你平时进去呢 黑咕隆咚的 你也不是特清楚 所以对一般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特别 有备而来的人来说 你去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就是没看清 或者怎么样 不是很 很很很 也有这样的这个可能 也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 我88年去 那时候我还作为大学实习 那时候在济南 完了那个 到那等于作为一个风景名声 去去游览一下 慕名而去 但是看了以后 说再没看很清楚 还买了一个那个 就是也不是画册了 就他们出那种 什么小册子什么的 就是看 就是印象不是很很深了 第二次后来 我根据取下一块 那是到了2003年 等于又过了十几年了 对吧 1988年 完了那时候就是 应该说是有一些 比方对建筑啊 对什么这些都有一些 比方还专门去看了 那个班舟店 他不会挖掘 是那些石柱的 又竖起来住处啊 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看 但是呢 这个林严四的 就罗汉的观感 还是不是很强 第一 他那时候不让拍照 不让拍照 这个东西 有时候就容易在 印象中容易模糊 第二个呢 他那天去 就跟徐家刚才讲的 也是下雨 这个天比较黑 完了那个黑 黑咕隆咚的 除了你靠窗的那些 看得比较清楚 对吧 完了里面的那些 都都其实 有点模糊的 这个就是 而且他拿那个栏杆 完了给你栏上 完了你等于就是说 好多地方 等于就是说 你就看一看就行了 就是你也因为 就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国内有好多是这样 就让你看一眼就行了 就你也不用 我看那个文章里面讲 就是说 在之前 其实甚至还照了玻璃罩 最开始 玻璃罩我倒没有印象 对 他们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 照玻璃罩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 因为那个诗器 全都捂在里面 对造像 其实有非常大的危害 对 好像我也怀疑 是不是这个 现在这个罗汉是 后来又修过 可能是不是也对这个 观感有所帮助 就是他 好像90年代什么时候 不是修过一次 修过一次 修过一次 不 这里面也挺传奇的 这个 这个罗汉能保存到今天 也不容易 这个当时好像是文革的时候 这儿是被解放军给占了 要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肯定 肯定到不了今天了 这个 因为山东好像这方面还挺 挺激烈的 反正就是 所以那时候好像 但是解放军当仓库了以后 好像对这些东西的 也有一定的这个损坏了 好像我看那文章写了 好像到了90年代 好像国家好像花钱去 就是修补 反正还算是做的比较低的 修旧炉就有什么 才发现 他那个 就是刚才讲到 那个体系 好像就那一次 修复的时候 后来就在腹腔里面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要提的 就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也见过 就是泥素 一般 因为我在山西现在看 就是这样 新素泥素 一般它那个泥素 都是怎么弄 它不是那个佛台 弃好了吗 不是现在把佛台 就那个佛台也好 什么砖台也好 弃好 它在那个佛台上 一般来说 它是要打一个 那个木桩进去 打木桩进去以后 然后在木桩上 固定是吧 对 要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 死的 等于是死的 在里头的 问题是这是搬过来的 对 所以说这个泥素 跟我们通常讲的 这种泥素 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实际上它这个泥素 更多的是 有一点像以前的那种 就是 这种家住的这种 这种七素 有点这个类似 它实际上是拿木桩 做了一个空台 对 空台 对 空台完了以后 在外面再呼泥 泥呼完以后 完了 再塑完 再装栏之间 所以它相对来说 它是空的 甚至于有一个罗汉说是 还内部还发现了有丝质的五脏 什么这样的这个东西 对吧 装脏 对 装脏 所以这个就跟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这种石心的那个泥素 还不太一样 这个所以它才比较轻 才可以被搬动 对 我觉得这个塑法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和后世的一些就是古生老师说的那种塑法完全是不太一样 像宋代像重庆寺或者是这个灵岩寺这样 它是可以搬走的 所以这个完全颠覆了我以前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认为这个如果判断泥素的话 你你要以它的这个建筑的时代定它的下那个那个那个上线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应该要被修正 在晚期的建筑里完全有可能有早期的这个泥素 就这种类型的这个这个泥素 我觉得这是相当相当相当重要的一点 你说到这个我就要又扯开一句 就是包括四门塔 其实都是里面的造像要早于外面这个这个塔的本身的建筑 对吧 是东魏的佛像 然后随带又重新在外面又修了这个 又修了一个塔 对对对 很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 其实不过我觉得泥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从观感上来讲 为什么我上上次我们对那个麦基山我就那么感叹啊 就是因为泥素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一定要会被后续重装 对 是的 对 所以零严四也是也是同样如此 它肯定至少是在明代和清代都被重装过 对好像最晚一次同志时候 对 而且它又要上产 还有一个泥素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泥素跟木雕不一样的呢 就泥素容易受潮 对一受潮它就一酥 它就裂 所以这个呢 而且中国的这个大殿呢 说在的好多这个古代的建筑通风不太好 这一漏雨啊 或者一湿啊 它就容易潮 一潮它这个泥素就容易酥 或者就容易裂 或者容易掉 掉了以后呢 后世肯定却要补 一捕呢 一弄呢 就就就就就有点大象 因为 因为它这个泥素的做法呀 它是一些外面一个空胎 然后外面是忽着这个稻草啊 和泥忽起来的 然后它外面一层还包了一层这个棉 就是棉 一层很细的棉布 然后外面再裹泥 有好多层 所以这个东西它一受潮以后 它就会脏开 就会崩 就会裂 就会掉 就会输 所以这个是泥素维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这些所谓的颂素的时候 我们对细节其实是不能太过追究的 是的 我们不能对着它就说 哇颂素太出神入化了 什么这些细节 我觉得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只能看个大的样子 对 其实相对来说 这个大家还知道 另外有一个颂素就是禁词 那个侍女像 那个颂素说是如何如何的这个有名 但是说在你 你仔细看 它细节都没有了 因为就是被装的太多了 它这个脸什么 这个都是后世被装了 已经好像就是 而且它装 它泥素它装 它不是土一点 它要敷很 它很绘层 好像那个在麦基山 也看有一个行业看得很清楚 好像后世要大概弄出 一公分的厚的一个泥包在上头 等于扒开以后 里面才是好像原来的那个 那个胎 或者原来的那个素的这个东西 对 那我们这样说起来 那林烟寺的罗汉象的可起之处有没有 那还是有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观感 后来说在的这个还是好多 还是从照片上得到 因为那个画册 因为它是打了光布了什么灯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啊 这个你还是能够看出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影 我只能说看个看个影子 因为相比咱们以前也聊过这个保生寺的这个送诉嘛 对吧 那个因为也去看那个观感可能更不好了 因为那个是又修过又又毁过 完了又小 或者怎么样 只能默默糊糊看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代的技术 可以拿X光把它把它拍了以后 能够能够把里面的那个还原出来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但是林烟寺的确就说这个有几尊吧 因为它里面有大概只有二十几尊 是现在判断是宋代的吧 对吧 说是西壁有十五尊 东壁有十二尊 东壁少一点 西壁 对 西壁就是有 客观的讲 我觉得有几尊 即使是宋代也不完全 我觉得都已经是那什么 因为有的宋代可能也被那个冲 但有些还是相当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味道多一点 比方有一个好像是包这个头的一个 我不知道 那是东壁的吧 应该是 披着头巾的是吧 对 那一般一般这种被认为是达摩像好像 但也不一定 不一定是达摩 通常会 对 通常是达摩 有几尊 有几尊比较有几尊老年的这个 就是哈罗汉 就是说有人分析 好像有的这个比较什么肌肉暴露 有什么手上筋啊什么 或者是脖子上有青筋什么的 这个就是说看起来还比较轻虚的一些 好像比起元代的有些 特别典型的元代就是脑子比较大元 完了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塑像的一个一个关键 就是其实塑像塑手其实很难 当然 对 对 对 有时候看一些手啊 看一些这方面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当然这个细部有时候因为虫装看了不是很真切了 但是就说反正我觉得是现在倒是有一个可以对比的 就是在山西 这个有一应该说也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宋代的这个十六罗汉 在这个长子县的这个重庆寺 把这个如果对比来看倒是一个有趣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倒没看见有什么学者把这两扑罗汉进行一个对比的一个研究 我自己有一个观察 我觉得可能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 我不知道准不准确 这个也可能是我非常主观的一个观感 就是林燕四这批罗汉呢 我觉得其实 一定是挺写实的 就是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模特的 这批像他不管 是老年还是还是年轻的这种僧人呢 他都脸都有点像山东人 就是就比较脸比较大 长元或者是反正要么全国有的高有的不高 但是基本上都是就是我觉得很像山东人 简单的说就是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写实主义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其实神态方面即使重装过吧 他应该也是有一些个性在里头 对 还是很不一样 就是他变化挺多的 然后包括整个这个身体的姿态和动作 就是 最大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就是我整体看过来 就因为我觉得这个殿堂很黑暗 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你觉得这些好像是一些真人 因为他们大小又和真人一样 就你觉得好像有一批和尚坐在这里 就他因为看不到细节 因为很黑 所以你也不是特别容易看到非常清楚的细节 但是就是整体看起来是挺自然主义的吧 就是整个 对 因为咱们可以比方说明代的 咱们刚看过的这个就是杨高的这个云林寺 不是这个有一批这个明代的罗汉 对 那就差太远了 对对对 但那个就是一看就是已经是明代比较城市化的 一些一些做法 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提示很好 就是说这个例子非常能说明我想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杨高的那批呢他其实可能就是想表达一些 他想象中的应该是怎么样的那种东西 这可能这也说得过去 因为跟这个那个宋代整个的这个艺术上的一些绘画风格 这个当然这个这有勾连 如果这么勾连的话 这个宋代的画院体的这个绘画风格 对吧 这个可能跟当时整个的社会 我有一个观点啊 就是我也是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吧 就是 我我很赞同叶边说的这个林颜四的这些罗汉 很写实 而且我觉得相当有个性 虽然你能看到他后世重装的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你仔细 我也是从照片来看 我因为现场看实在是太黑了 看不太清楚 能感觉到这个个性在里头 然后你横向咱们横向简单的比较一下吧 我觉得就是两堂半罗汉对吧 那个半堂保胜四的那个那个罗汉 我觉得那个罗汉写实性不强 但是他古风很强 就是他有一种很强的这种 Pictorial的这种感觉在里头 就他很像一种绘画上 给他三围了以后的这种感觉 他又把那个山林 其实可能是他后图的很重要的部分 对他更强调 对对对 但他并不是很强调他这个个体 就像他这个因为后世也装的很厉害了 我觉得这点来说 还在写实方面是达不到林颜四的这个水平的 但是你能看到宋以前的这个 可能一些塑像的一种影子 或者是一种风格吧 这我觉得是宝生寺的一个风格 那说到那紫金庵呢 他这个就有点 我觉得和林颜四没法比 就是已经给装的已经 就是 所以我都有一些怀疑 他是到能不能到得了宋代 而且可能到元代就就很了不起了 可能是这个 然后和那个山西的重庆寺 如果你再比一下呢 我觉得可能重庆寺装的很 就是装就是后世装的这个情况 就不像那个林颜四这么平凡 可能在伊文的 在一些表情的刻画上呢 可能还更多的体现了宋代 就是他当时元素的一个风格 但是素项的这个水平是有高低的 我觉得林颜四的这个苏公的这个水平 还是要高于苏重庆寺的这个苏公 尤其就我觉得就体现在这个写实的上面 因为你看这个重庆寺的这十六罗汉 虽然他表情也很丰富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城市化的感觉 还是就个性不突出 他还是脸 他几个脸 他都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只是做一些variation 而不像这个林颜四的这些罗汉 确实你能看到他虽然装的那么很厚 但是他后面是有一种很 怎么说冷峻也好 或者是在一种冥想也好的 一种思想在里头 一种神器在里头 我觉得就是这批塑像的工匠 对人体的这种微妙的把握 还是有很高的水准 有的 讲到这个 就是咱们有时候在扯一点 就是说有些人一直在 就是也比较诟病 就是评论中国的这个塑像 就是说中国的塑像一直是 其实基本上他虽然是塑像是三维的 但基本上观看都是二维的 都是不像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些雕塑 你可以360度的转的看 好多中国的塑像实际上 他180度让你看 唯一就是说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中国的罗汉 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全方位的看 就是说这个是好像是在中国 因为你想北朝时期 包括咱们以前讲过石窟龙门 什么这些 曼积山什么这 所有这些地方 其实好多这个 如果你要把整个这个东西 因为在西方博物馆有过的 就他因为是拿过来以后 他是导师陈列 放在一个东西的中间 但你围绕这个东西转的话 你会看到他 你这个效果跟这个看希腊罗马的 这个塑像围绕这个转 效果是不一样 所以说中国的塑像 好像有人说永远没有 没有走出来 就是永远没有从二维 变成一个三维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就跟咱们那时候 学古风时期的希腊雕塑 不是一直讲了 一直也没有卖出去 后来终于卖出去 变成一个三维的 但是相对来说 只有在中国的这个艺术 这个里面 就是像罗汉也好 或者我们以前讲过的 就比较是那个 二十八秀的这个 道教雕像 他这个东西 基本上你看 应该是就跟叶编 你刚才讲的 因为你进到里面 你觉得好像一群人都在的话 那他起码 他是一个立体 在空间里面 是个三维存在的东西 对 其实也就是说 他在创作的时候 是考虑到不同的观看角度的 对 他不会说只让你从某一个角度 对 不像是比较佛像 他可能只考虑到 我们是信徒是在 是在正面进行崇拜 而不是说你绕到 绕到佛像背后去看 对吧 是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 总的来说 不管怎样 林彦四的罗汉像 还是 值得 对对对 非常重要 而且其实也是很少 已经很 在中国境内 已经很少能看到 这样的 这样的作品了 对 但是 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梁任公讲的 这个 海内民宿第一 这个咱们如果 把这个 把这个前置词 比较说到是 罗汉的话 这个应该是 是是成立的 那个 我们赶紧说一下 林彦四的其他宝贝吧 对对 还蛮多的 我觉得还顺便要说一下 那个班周殿本身 班周殿其实出土了 刚才说到有北齐的造像 的佛头以外 然后就是当然这个 罗汉也是来自班周殿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另外就是他发掘出土的 有那个石塔 我觉得还其实挺 挺赞的 就是 其实有一座 是唐代那个石塔 唐代的 有一个唐代的石塔 对 还有两个应该是宋代的金床吧 金床 对对对 包括那个住处 还有很大的住处 在地上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对 这个注意到了 水准 我觉得 挺高的 应该说塔林是这个 林彦四第二大看点 因为它是好像 现在是仅次于 少林寺的 第二大塔林 有 应该也有 160座吧 对 160座 完了那个 其实这个也很遗憾了 其实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 我们去做过一个 就是那个形态 有个开源寺 开源寺 原来有很大的塔林 那个营造学社 他们都去调查过 这个对开源寺 开源寺塔林 很大 而且都是有很 有些塔都是很大的塔 不是是 就是那个砖塔 那种像密岩石砖的 后来基本上都毁于文革 对 你说到这个形制 其实连岩寺塔林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就他 除了那几两座吧 两座高僧的 就是开山祖师级别的 这个塔以外 还都是小型的木塔 对 而且还都是石制的 石塔 对 而少林寺的塔林 砖塔居多 砖塔 砖塔居多 包括那个神通寺 现在因为留下也有不少 大概也留下有几十座吧 对 也有不少砖塔 但就好像 林严寺几乎 清一少都是石塔 对 对 还挺有意思的 最主要当然是他那个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唐代的这个 蕙虫塔 嗯 就早期的唐代的 三层的 对 对 他还见得 他还见得不算太晚 唐代中期嘛 天宝什么时候 对 对 因为我们见到好多唐代的塔 都挺晚的了 像什么 我们那个山西的明慧大师塔 方的 那很漂亮 那个是都到了挺晚的时候 唐代晚期了 塔林挺 挺有意思 但是有一个遗憾 就是他塔林危险 不让你这个可以 好像不让进去了 不让进去 对 不可能一个一个塔去看 对 就是 其实一个一个卡挺有意思的 对 是的 对 因为有很多那个提克什么都还在 是吧 对 对 塔林都还在 也雕刻 对 但我觉得形质上 其实也挺 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 我说一下简单的 这个 就是 他有几种主要的形质 一个是那个 中型的和古型的 而且就是 就这种形质的塔 在大概明清时期 其实蛮多的 在各地都能看到一些 虽然不会没有成规模 对 但是 就是我 我其实还好像没有见到过 就是把这种 就是一口中倒扣在那里的 那个那个形质 完全模拟到 就像中一模一样的 他把中的底下 那个 就是下端边缘的那些 那种文样都看到 就 他就是一口中的样子 而且他们有人就讲 说中和古 陈中木古 他说这个僧人如果是 早晨缘寂的 他的这个 就是 他的塔身形质 就是中型的 是这样来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我不太知道 那个 有没有什么真正可靠的来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 这种说法 这个还真不知道 第一次听到这个 这种塔身 其实有很多种形式 包括那个 藏传佛教那种喇嘛塔 它其实看起来 好像也是一个 扣着的一个 一个容器 一般他们认为 那可能是托柏 就是僧人起实用的 那个柏 扣过来 但他这儿呢 就看起来就特别的 忠实的去还原 中古这两种 法器的形制 是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咱们再讲讲 就是这个 这是塔林 就是还有就是 这个辟之塔 辟之塔 也是我觉得 林严四一绝了 应该 这个海内孤品 而且据说好像 世界上也是 没有第二粒的 那你说他那个 就是那个 坐下的那个浮雕 对啊 就是那个90年代 也是后来 他们清理出来的 因为他也比较 靠近那个山坡了 其实 所以就是 历年以来 就是山洪啊 淤泥 就把那个塔基 就给淹没了 清理之后 发现那个塔基 下面其实是有浮雕的 而且这个浮雕 一共有大概几十块 三十多块 八角形的塔 对吧 所以他那个塔基 也是八角形的 居然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 阿语王的故事 就阿语王的 这个 这个一生的传记故事吧 可能是根据 可能是根据某一部 阿语王经 来那个 对 而且 而且其实为什么会知道 他是阿语王的故事呢 也是依靠 因为上面其实是有提记的 如果没有提记 我估计 学者应该是要 废凡 可能想不到 是阿语王的故事 是的 因为太陌生了 因为没有其他的 可以参考的例子 这是唯一的 然后就 他们其实为什么会是 阿语王的这个故事 浮雕 其实好像 应该也是一个问题吧 对 众说纷纭 对 因为这可能和 阿语王的这个崇拜 和转轮圣王的 这种 这种异想 可能是有 是有关系的 对 那肯定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 应该理论上来说 就是历史上 应该不可能 只出现过这么一例 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应该就只有这一例 对的 是的 这个 但是有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 叶便宁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 就是 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故事 第一个是 现在的那个 就镶嵌在那个塔 机上那个浮雕 顺序是乱的 第二个和题记对不上 第三个就是说 有些事后补的 对 所以 有一个学者去 彻底的研究 这一批 那个浮雕 而且说起来 这个学者 跟我们之前聊 那个开化四壁画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那位 做图像考证的学者 还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 是都是李静杰的学生 对 他们的学术 渊源又可以追溯到 这个空志昭那里去 对 但是他好像是一位 一位台湾的一个女学者 当时他们一起在李静杰那上学 对 对 是很乱 但可能我觉得就是说 历史上他重新贴过 对吧 掉下来了 其实我有点 当时我看这些图像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就是他原刻是什么时候 因为有几个是刻的很差 那肯定是后世补的 但是那些刻的比较好的 我一开始怀疑 因为这个塔是多少多少年 就107几年 对吧 就是刚才咱们说过了 但是 这个是不是在修塔的时候刻的呢 这也是个 因为刚才 那边你提到的那个学者 他完全没有讨论这个出课的是什么时代 对 他只是研究了从他的这个文本的一个依据 他没有把他这个图像的依据 因为你也很难找到这个图像依据嘛 所以在这方面 在的时代什么 他就基本上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可以值得思索的一个问题 因为 为什么这个塔说是从宋代建好以后 就后面就没有找到什么记录修过 所以 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就是班舟店前面不是有出土那个宋代的金床吗 对啊 如果如果都是宋代的话 那么这个工匠的水准或者说风格应该是相近的 对吧 是的 本地的 但其实风格差的蛮远的 差蛮远的 是的 对 所以 也是一个 所以这就不好说 而且为什么会乱 为什么会是 他就有一种可能的解释 就是说你是在宋代修塔的时候 把一些老的一些图像给他 放上去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宋代修塔的时候 把它就是宋代初课 然后以后因为 因为塔基容易遭到洪水啊 或者山石的这个侵蚀嘛 以后可能他们又修过 然后就修乱了 后来又补课 可能在明代什么 做过这种 就是这样的工作 可能这是两种可能的这个 我相信可能后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还有我觉得有些实质也不一样 有些刀法 刻法 构图完全不一样 细节什么都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继续钻研下去 研究下去的一个题目 对 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咱不讨论 我就要问出一个问题来 就是咱们可以这个 以后咱们可以在 就是说 叶边你刚才讲到 就是唐以后 中国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派 不就基本上变成这个以禅宗啊 或者这个密宗为主 对对 净土宗 禅宗和净土宗 那么就是还有我就有个 比方像咱们刚才讲到神通寺也好 就咱们不是指山西 山东这几个大寺 就是很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这些寺院到了明代以后 普遍的 这些神通寺或者是什么 刚才讲的是 可不是什么文革被破掉 在清末的时候 就已经就已经毁为平地了 就是就是我在想 就是这些很大名头的 这些寺院 而且这个历年 就是历代 为什么会好像这个 也不是因为改朝换代 或者是什么战争的原因 好像就是衰败了 完了就是没有香火了 或者怎么样四散了 完了就这个就就就 就寺院就 这个这种情况在北方的中国 还挺普遍的 不仅那个是你看那个山西的那个就玄中寺 不是说是净土宗的祖庭 对对对吧 那个日本人不是去去去去去去参访 到那去已经是基本啥都没有了 就是弄的日本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 这个这个玄中寺 后来现在的玄中寺都是解放以后 好像才复建了一些啊 或者怎么样盖了一些什么房子 是还包括比方说那个几组几组的那个这些 那个当年那个长盘大定 他们做知那佛教史记说 一个一个不都挨个去找吗 那时候拍的照片 好像好像那时候都很荒凉 就是破败 就是这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说这是是因为信仰的原因 还因为什么原因 好像这些大的这些名寺 好像就无一例外的都都非常衰败 就是国庆寺不衰败啊 刚才不是咱们今天说这个 玉内四绝都没什么 不是我刚才讲到就是南方 南方南方是是是是是是稍微例外一点 还北方的这个佛教寺院 好像都非常的这个破败 我觉得吧这有两点吧 因为这个题目题目当然很大 没法解释 对我觉得我只提出这个 对我不说今天咱们展开讨论了 对我知道但是就是略微讨论一下 我想的一个可能和信仰也是确实有关系 第二个我觉得和寺院经济后来难以在后面这个制度下 继续再维持下去也有关系 因为你看历代的就像比如说林岩寺也好 他的这些史料啊 因为林岩寺这样大规模的是 他是要有巨大的市场和产业支持的 不光是土地 林岩寺也经营水末啊 也经营甚至经营这个物流这些东西 这个商业上的这些东西 他不然的话是维持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一个寺院的 所以我觉得后期这些寺院普遍衰败 可能和这个这些这些市场可能被剥夺了 或者被侵蚀了 或者因为僧团出了一些问题啊 或者怎么样是大有关系的 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 应该是地区性的衰败吧 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南方都还有很多香火继续延续了呢 因为南方的经济是从唐宋以后是越来越繁荣的吧 就经济中心完全移到南方去了 北方本身就是越来越衰败啊 就整体性的经济也不好 然后人烟也稀少 然后战乱 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应该是这个趋势吧 对 这可能也有一方面 反正这个咱们就以后咱们再讲到什么别的时候再来这个讨论吧 对这是个很大的题目 对因为各个地方还不一样 山西因为还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有些其他的庙还一直是很兴旺 但就是佛寺就不行了 很奇怪 不是因为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你刚才讲到西侠寺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侠寺 但西侠寺因为是有这个弘扬之乱的时候可能被毁掉了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西侠寺 基本都是在民国时候 是金山寺的一个长老的一个好像弟子 什么样的 完了他跑到 后来西侠寺就变成了金山寺的一个下院 反正这个方面有 对 因为我最近看一些佛教书这里面讲到这个江南这些佛寺 他有一些他的这个系统在里面 就咱们这以后可以可以再聊这个 因为也讲到西侠寺了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西侠寺除了那金床是老的 还有那块碑是老的其他都是 五代的塔 五代的塔 不是金床的 五代的塔 其他都是后天 这个99.9%的寺院都是这样的状况吧 对 我觉得像林延寺和广盛寺 这就属于 父母林例外 完全是例外了 所以从这点来讲 真的是也是山东的一壁 我就觉得我们讲的山东今天是第一次 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的确是我觉得应该说是山东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地面上的一个 是 对 而且他处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 所以他周围的山水的环境 整个来说还是不错的 就是没有太多可以那个让你觉得碍眼的东西 体验也蛮好 好吧 那那个今天咱们就差不多了 那么 这期的陛下官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的节目每周上线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在b下官.com可以找到和每期节目内容有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所记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知乎专栏关注陛下官 我们非常欢迎你以各种形式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b下官at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b下官.com斜杠member 同时也欢迎收听IPM播客网络旗下其他的节目 一天世界内核恐慌 台一来了流行通信影像和无次元 我们下周见